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众生请大家发 无数殊胜的菩提心 今天我们继续讲 《大圆满前行》的上师瑜伽 上师瑜伽当中 现在讲上师瑜伽的重要心 重要心当中 前面引用了阿迪庄严许的教证 今天说至尊国昌霸 它是一个盖居派的非常了不起大德 那么它有很多教言 现在用藏文出版的特别多 大概有可能是武汉吧 它的教言主要牵涉到修一些菩提心 出离心 还有一直寂静地方的一些窍诀 它在一些教言当中这样说的 若修上师瑜伽 那么净处过患得圆满 如果我们长期的修上师瑜伽 自相续当中的这些贪嗔痴 各种烦恼和过患 很快就会净处的 然后闻思修 大悲菩提心等三法方面的功德 日欲俱止 越来越圆满 所以上师瑜伽的功德的确在修行过程当中 自己都会发现的 你没有修上师瑜伽 好像你的相续一直与佛法 没办法相应的 然后修了上师瑜伽以后 不管修什么法很容易的 当然现在有极个别人 也是说所有前面的 共同加薪 不共加薪都不用圆满 只是修一个上师瑜伽就可以 当然我们也不敢完全否定 不会有这种现象 极个别的利根者 特殊的一些众生 可能只修一个上师瑜伽 所有前面的功德全部圆满 也可能会有这样 但是所有的人不用修假心 所有的人不用 前面一切的修法都不用的话 那可能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前辈大德们前面的 共同加薪和不共同加薪的论典也不会造的 然后这些修法也不会要求大家一直 比如说修白日共同加薪 一直有很多的要求 不一定会做的 不一定会做的 就像以前那个极个别法师说 只念一个阿弥陀佛就可以 所有的八万世间法门包括在这里 当然从另一种说法 南无阿弥陀佛里面 确实有很多法门都是包括的 但是我们所有的众生 要强调一个法门词 只是按照大乘佛教的宗意来看 并不一定很合理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众生的根机不同 传法的时候 最好是应激施教 大多数的人 前辈高僧大德们的传承 怎么样摄受的话 我们也按照前辈的足迹 进行一步一步的前进 那这样是应该最稳妥的 最安全的 最可靠的 最妥当的一种修行 是这样的 那么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还有刚才国昌霸尊者说 谁多修持生次第 然修上师为无上 谁多修持缘次第 然称一致为无上 这个尊者还不断地说 如今在这个世界上面 虽然有很多很多的人 喜欢修本尊 护法 修生起次第的人特别多 当然修行生起次第也是很好的 这个是密宗里面特别深奥的一种法 但是最重要的 上师修行 上师瑜伽 上师瑜伽 一切修行当中 它是最无上的 最无有伦比的一种法门 一定要修上师瑜伽 也有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修丰卖明典等一些圆满次第的 圆满次第修了 当然是很好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修上师瑜伽 上师瑜伽也是最无上的 如果我们没有修上师瑜伽 光是天天都是观封门明典 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 说实话 很多修行当中 出现一些问题的 没有依上师相应 而直接修生缘次第 也有很多的一些 比如说 七面明典没有用好的话 就是今生时长 或者修行过程当中 出现各种一些 比较可怕的迷乱的现象 这些都会发生的 而如果你上师修行的话 前辈大德们也说了 这是最安全的 一般来讲 你观想上师的话 他不会有任何的魔障 或者修行过程当中的违缘 这些都不会出现 也不会修错的 即使你观不好 也大概地观想自己的根本上师 当然观想根本上师方面 很多人也有一些争论 我前一段时间要求 观想法王如意宝 有个别人说 我不是法王的传承 然后我应该观我自己的根本上师 这个都是可以的 我以前翻译《大圆满前行》 后来很多人可能有点不舒服 还是什么的 自己有些是吵的 有些是自己故意 里面的教证弄来落去 也弄成了很多法本 到了上师传承的时候 就马上后面盖 这样也可以的 每个上师的传承不同的话 我们这个归根基地都是佛陀 佛陀传下来以后 你管理自己最亲切的 最可爱的 最欢喜的上师观想 这个是很好的 但是我要跟大家很明确地说明 一定要上师是有一些功德的 并不是凭感觉 我们现在很多 尤其是一些女生方面 我觉得这个上师是很好 我觉得这个上师是很开 我觉得这个上师对我很有缘 所以他是我的根本上师 那这种态度 不一定是很适合的 的确是作为上师 有上师有上师的一些资格 上师有他的一些功德 你才可以一直 才可以观修 如果你没有寻找到这样 最好是传承上师们的一个 应该是大家公认的 这样的一个上师作为观想 这应该是很好的 当然在这里也讲了 受深缘次第的话 功德大 但是最主要是观上师 以前藏传佛教当中 很伟大的一个修行者叫做 木九八尊者 他也说过 他说 观音菩萨摆 让他摆 然后度母 虑的话 让他虑 吸金刚 黑也是让他黑 但是无论怎么样 我心里面唯一的观想是上师 不离上师的想 他是日日夜夜的观修上师瑜伽 来修行 而获得成就的 所以如果我们修行 比较好一点的话 所有的本尊全部都是 观为自己的上师 然后上师给我赐予灌顶 赐予悉地 赐予一切的佛法 从这个层面来讲 确实是自己的根本上师 他的恩德超越佛陀 有些人认为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怎么会超过佛陀 但实际上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的 一个世间的老师 世间的父母 如果他没有给你教好世间的各种学问 你确实来到这个世间以后 跟可能旁生没有什么差别 没有遇到老师 没有遇到父母 你光是来到这个世间 在没有任何教育的生活当中 让你成长的话 到长大以后可能是特别可怜的人 同样的道理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如果没有善知识 一滴一滴地开导 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出世间方面 一切的知识也好 学问也会一无所知的 从这个层面来讲 我们经常说 上师与佛陀无二无别 并不是一种空谈 另外 哲公绝巴仁波切 哲公绝巴仁波切 当时也是非常出名的 一般诸巴盖基 盖基八派里面 有哲公盖基的创始人 他当时非常出名的 人们都称为第二道佛陀 佛陀也有这样的 第二道龙龙菩萨 不是佛陀 第二道龙龙菩萨有这种说法的 他在好像七十多岁的时候 他的眷属都说有十八万僧众 当时特别出名的 他是这样说过 他说 上师四身雪山上 心尽之肉为生 不将加持之水牛 故当精心心 他这里说 实际上是法身 化身 宝身 还有本性身 十身的中体 这个好比一座雪山 我们自己对上师的恭敬心和信心 好比是太阳 眼光 如果在这个雪山上 没有照射到眼光 那么上面的血水 不可能自然而然会降下来的 不会流下来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如果对上师没有恭敬 对上师的一切行为 没有清净的信心的话 那么上师加持的血水 不可能流入到我们的心田 所以说 你要想真正修行大乘佛法 那么一定要尽情努力地 向方设法在自相续当中 先对自己的上师 传承上师们应该生起非常清净的信心 和无比的恭敬心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前辈大德们对上师的恭敬心 应该说是一种心理的表现 这种心理的表现 其实有些人本身是比较傲慢的 有些人经常说 我这个人对谁都不想恭敬 我本身是一种傲慢的心 我对谁都是看不惯 但如果看不惯 也是可能自相学当中真的 那个前辈大德也好 或者佛法的加持很难得到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上师的本体 跟佛陀是无二无别的 这方面教力应该是相当多的 因此我们平时 对所有的传承上师 当然有些人 对个别的有一点名气 有一点相关的个别人 比较恭敬 其他获得过法恩的人 当你听课的时候 当时稍微有点恭敬心 完了以后一直不放在眼里 其实这是很大的过患 你一日当中如果一世 众生为富有 应该是你在谁那里听受一些佛法 那么众生都是 你自己对他有一种恭敬心 那么这个是一个规律 加持自然而然获得的 其实少师的加持 真正是得到的话 很多修行不是很困难的 很多违缘自然而然 会遣除的 所以说 祈祷上师和恭敬上师的确在修行当中 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至尊让若巴也是这样说的 他说 若不祈祷上师尊 求无分别的智慧 若朝白东中待日 彼无心境融合事 我们修行当中 时时刻刻都是要念一些上师语教 或者是上师的心咒 上师的祈祷文 经常要念诵 其实你一种念诵 对心里还是很起作用 我都有时候这样感觉 不知道道我有没有 比如说我心比较乱 今天心情特别不舒服的时候 我干脆把这些琐事放下来 然后马上把每日的可颂念 念念念念 然后心里 刚才很多烦恼的事情 全部忘得一干二净 好像自己的心 真的已经入了佛法的境界当中 实在有些事情不开心的时候 马上在佛面前供一点相 做一点供 然后包括手机全部都关掉 没关上 然后闭着眼睛念一遍经 或者祈祷上师 那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没有祈祷上师 你要想获得了五分别的一些开悟 出世间的一些智慧 还有有很多的功德 修行的一些成就 这些想得到的话 那不可能的事情 就相当于比如在一个山洞 它的洞口朝北方 那朝北方的话 太阳从东方升起 落到西山的时候 眼光始终都是没办法射在洞里面 不可能射在 同样的道理 对上师没有信心 对上师没有 祈祷的这些人 你学得再怎么样 所有的这些五部大论也好 生命学问也好 所有的显宗密宗的这些法要 全部都是背道如流 朗朗上口 一切都是特别特别精通 但是实际上真正的修行境界 外境和心是融会一体 这种人不可能有外境和心融会一体的境界 永远也是不可能现现 其实我们的心和外境融会一体的时候 一切山河大地和一切万事万物 都是一种觉悟的妙用 也是一种开悟的 信心的一种表现而已 除此之外别无他有 以前那个禅宗 我记得是 布《徐高僧传》吧 《徐高僧传》 里面大概在五国时期的时候 有一个禅师 禅师可以说是兄弟 师兄 师兄 我们现在很多人跟他师兄 他有一次看财 红素禅师也叫做小宿禅师 然后他有一次去看财 他背一堆木材 然后路上不小心开始掉在地上 掉在地上的时候 其实禅宗很多大德都是经常用一些 遇到了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下马上开悟 他说 普罗非他悟 纵横布施城 综合说 山河集大地 全露法王身 他自然而然留出了这个偈颂 意思就是说 他当时掉下去的财堆 其实不是其他的物体 不管是宗的恨的 一切的万事万物 没有外境真实的尘埃 没有尘埃 山河大地全部都是 我刚才讲的一种自信的妙用 山河大地 一切的一切 全是我们所谓的法身 我们明觉的法身 无二无别 后来他的上师 也是进行了印证 也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如果真正我们开悟的时候 那么外境和心可以融会一体 但没有得到这个之前 祈祷上师是不能离开的 其实祈祷上师 应该说是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 是最重要 当然祈祷的时候 我想一定要把上师 观止清净的如来 这个清净的如来 我以前也讲过 有些汉传佛教的 有些人有点不理解 经常说是 死皈依 皈依死 皈依佛 皈依法 这个也是这么来的 那么上师看作为佛 这是一种密宗的说法 其实这个不是光是密宗 或者藏传佛教的一种说法 比如说汉地有一个 佛说瑜伽大教王经 我最近看了佛说瑜伽大教王经 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典 但是里面的有些内容 应该说是跟密宗非常相同的 当时佛陀与阿浙佛 宝僧佛 无量光佛 还有不空成就佛 那么对四佛进行宣说的 相当于大幻化里面的一些道理 他这里面也讲了 此阿舍利即是一切如来 意思就是阿舍利 他的一个毛孔 斧头 十方如来等同 也有这样的 还有阿舍利 十方如来每天都是对他三次供养 就是三次供养 我们想一想 这个道理应该说 很多人都是要值得思维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现在有些人觉得 佛陀和上师有很大的差别 其实这个应该在任何经典里面 都可以找出来 我希望你们有些人觉得 一个是对上师看着佛一样的 有点想不起来 这方面尤其是密法灌顶的 传授教言的这些 应该说是跟十方诸佛菩萨 无而无别 这个道理你如果不承认 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这些经典 那我们就没办法的 因为他不承认就无所谓了 如果只要承认 这不仅是藏传佛教的一种说法 汉传佛教当中可以明白 以前欧义大师在《悦藏经》当中也是有 刚才我讲的佛说《瑜伽道教王经》的 一些大概的意义 方便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看着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教言 像《华严经》里面也讲了 善知识则是如来 善知识则是一切法 善知识诸宝藏等等 有很多善知识是如来 善知识是佛法 善知识是僧众 我们经常说上师就是佛 上师即是法 上师即是神的 这样的教证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 对上师有无比的信心 那么外境和心会融合一体的 因此无畏思想的证悟 唯有依靠以恭敬心和诚信之心 来修上师瑜伽 才可以自相续当中生起 无畏的证悟的话 如果我们对上师瑜伽 修得特别特别好的话 那就可以生起 除此之外 依靠其他任何方法 都无法证悟的 如果你没有修上师瑜伽 光是理论上 看看中观 看看英明 看看居士论 看看戒律 所有的五部大论 看来像你们五部大论 刚开始的时候不能这么说 五部大论学习的话 我本人确实很有兴趣 我昨天看到我们这里很多道友 对无论很有信心 你们学的过程当中不要 听说前两天学一名 然后有些心不稳重的这些人 学不懂了 然后就马上换班 从今天开始任何人不准换班 即使你一个字都不懂的话 一年当中你一定住在 从明天开始不要换班 因为你学不懂的这些人 学什么都不懂 这是一样的 你今天去英明班 明天去居士论班 后天去戒律班 然后你整个所有的五部大论 还有其他任何班 全部参观一遍 也是可能没有什么用的了 如果真正自己有信心的话 这些都是佛所的教言 就是佛所的教言 在理论上我们不可缺少的 现在汉地确实很多佛教徒 在综合的数字上 不懂佛教是到底 居士论的观点是什么 英明的观点 中观的观点 其实这些比较深一点的知识 如果我们学得比较不错的话 那么前一点的这些道理 非常容易的 我以前刚开始觉得 大爷们前行很难的 里面好多教证都是不行 后来一学居士论 哇 学居士论如果讲的话 那其他的这些法都是很容易的 一看量力宝宗论学完了以后 觉得戒一会间特别容易 但是听说现在有些人 到了戒一会间的时候 已经智慧就转不进去了 不管怎么样 佛法肯定不会有那么浅现的 即使你学前行也是同样的 这是我在中间额外话题吧 说一点点 不管怎么样 上师瑜伽在修行过程当中确实也很重要 希望我们学五部大论的同时 自己早晚修上师瑜伽 每天都是念诵 课头 很多世俗的善根不要放弃 否则我们完全成了一种学者 僵尸 这样就没有什么很大 现在很多大学生的有些老师 他很会讲 但是心里面对三宝和佛陀都是 没有什么信心 这是有些佛教带博士的那些道士 也是口头上有些特别会讲 有些一点都不会讲 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途径来的 有这样的 但不管怎么样 心里面没有信心 所以我们学五部大论的人 不要完全成了一种学者 应该是修行人 修行人的学者很重要的 那若巴尊者尽管是 精通三藏的大班智达 他支付了一切外道 但在布扎玛希腊 他当时担任 俗护百名的大班智达 当时吉祥解释 就是吉祥解释 那么这个寺院 不是印度有两大寺院嘛 一个是拿拿陀士 一个是吉祥解释 这个寺院也是有当时很多的 最厉害的班智达 在门口上 我们这个学院当中 也是经常有 最厉害的班智达 经常坐在门口上 不出来 一直挡着 他们是护百门和蓝门的班智达 一直往外面的神 不让进来 一直坐在门口上 今天有没有 嗯 百门班智达 当时那个班智达 他是非常了不起的 大班智达 智慧空行母后来告诉他 你只是精通词句 而没有精通意义 所以仍然需要一只上师 他有一天好像坐在一个 寂静的地方研究因明 研究因明的时候 当时出现一个 具有37个丑相的妇女 然后看到他整个所有的 包括鼻子 耳朵 所有的身体 没有一个好看的 全是特别难看的 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他来问班智达 问班智达 你在干什么 他说 我在专门研究移民 还有其他一些显宗方面的知识 然后这个女人还继续问 那你这样研究的话 你到底懂不懂这方面的人 然后班智达 我对词句上面还比较不错 我词句上面是懂 内容不太懂 然后这个女人特别高兴 她宰个宰物 在她面前 特别特别欢天喜地 非常高兴 然后当时班智达认为 这个女人有点怪啊 我说词句上面懂 她都是那么高兴 又说又笑 那我应该给她说 我意义懂 她可能会更高兴 然后给她说 我不仅是词句上面懂 我对意义也是非常精通 然后她特别不开心 她一直有苦 有闹 有伤心 后来班智达一直不解 为什么你是这样啊 她说 你刚才前面第一个问题 说词句懂 意义不懂呢 我当时觉得 班智达是很真实 说直话的 确实你就是这种人 只懂词句的 但你后来说意义懂的话 你完全是一种说妄语 我很伤心 后来班智达有点不好意思 她觉得也是 她说的是有道理 那你说我怎么办 我确实意义不懂 后来她说 如果你真的想懂得意义的话 还不断地要深造 还不断地要学习 要学习的话 一只神是我的哥哥 东风在某某某地方 其实他是一个空性目的化身 有时候我们在路上 在哪里见到一个特别丑恶的人的时候 应该要小心注意 所以我在前一段时间 在北京 在成都很多地方 在过路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路上有些乞丐 有些病人 有些残疾人 特别特别可怕的时候 我就更要注意 可能他是金刚瑜伽墨 可能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我就特意假装对他供养 否则也是一种假装吧 我真的这样想了 有一次我想 可能他真的是诸佛菩萨的化身 有一个头发特别乱的 脸上也是特别特别臭的 然后一个人一直跪在地上 一直不抬头 我想这样的人 很有可能诸佛菩萨的化身 以前上师如意宝带我们 八七年带五台山的时候 也讲文殊菩萨的化身 千变万化的 尤其是特别要注意一些乞丐 有些生生达达的这些人 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 心里面也更加注意 当时班智达也是受到了 《幻化空性梦》的手机以后 历经千辛万苦 后来就一直到德罗巴尊者 到了一定的时候 上师对他也说 前面这个公案已经讲过 他说 我给你讲了这么多的开始 你还不能了达 然后说完了以后 用邪地蒙击他的额头 结果 纳罗巴尊者的相续当中 也顿时生起了证悟的境界 到达了上师德罗巴的 智慧和秘义平等意味的境界 到达了上师证悟了什么 都是满平倾斜的方式 已经获得了一切证悟 所以真正的上师 还是有些成就者 确实也是有这样的境界 但是上师也不是成就者 上师假装成就者 打弟子的话 也不一定真正开悟 现在有些弟子也是 上师 你可不可以给我狠狠地 用你的邪地 像大鲁巴尊者一样打一个 然后上师也正认为 自己是尊者一样 该传的法不传 该讲的道理不讲 用邪地 用什么其他的棍棒 来进行加持 这样也不一定 都是这样 米拉日巴尊者当时也是这样的 马尔巴罗兹和米拉日巴尊者 以后你要摄受弟子的时候 也注意 也不一定像我这样的 大成就者的上师 也不一定像你这样 有观清净性的弟子 你以后摄受弟子的时候 应该比较平凡的行为来 将近说法而摄受 这样就比较保险 应该这样的 还有据说 龙蒙阿瑟尼圣子龙殊菩萨 当时丢了一把笔笛 然后他的弟子龙菩提全部结束了 吃了以后以这个因缘获得了殊胜成就 这个是龙龙菩萨的《虐传》里面也是有 龙菩提他的四大弟子之一 然后他后来都已经红上成就 有些传记里面说 他已经获得了上师的一句教言 有些说上师的鼻涕 他结束以后就去成就了 这个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确实我们一般普通的上师 和普通的弟子可能比较尽量地 不说上师的过失 然后就观清净性 但是在行为上面 按照前辈的传承大德们 所做的那样来去的话 比较合理的 这一点以前汉地的 有一个叫做《三恭敬经》 这里面也有一些 我原来讲过 宗喀巴大师的《四四五十诵》的注释里面 说如果上师有过失 可以说 真正如果你不冤枉的话 在比较适合的时候也可以说 但是《三恭敬经》里面说是 时时有过 上不得说 狂荡无业 上师即使有过失 不能说 更何况说是没有天之家业的 上师有这个错误 那个过失 那这样过失非常大 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是比较新鲜的 大家应该方便的时候 也看一看《三恭敬经》 这是在汉传佛教 应该是随草 大概是随草的时候翻译的 我刚才引用的《瑜伽大教王经》 在《颂草》的时候 应该发现翻译的 其实我们没有看这些经典 没有看前辈的这些论著 如果看了以后 应该说藏传佛教里面的很多 一直善知识的窍诀 汉传佛教的经论里面也是有的 确实是有的 所以我去年有一个地方 要求让大家尽量粤藏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大藏经》一点都不知道 我自己认为是很可惜的 在有生之念当中 能不能圆满的粤藏 很想 但是以后有没有机会呢 也不知道 关于这方面的道理 我以前在 现在他们记录下来的 《梦中佛事》里面也是做过 所以我们有时候作为佛教徒 佛教的一些基本思想 应该是要有依据 要有正确的了解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刚才讲的经典里面说是 就是你医治了真正的上师以后 那么即使你看到了真正的过失 也最好不说 否则对自己的证悟 对自己的修道也有所障碍 所以如果对上师 有非常清净的信心 就像龙菩提一样 也获得成就 其实龙菩提第四十半禅 当时扎西伦布开广的时候 好像一个佛道还是什么的 开广的时候 当时他还有法金刚 龙菩提和法金刚 以智慧神的方式进行现前 也有这样的历史 此外 此名之五位咒 五位咒是智悲光尊者 他曾经也是亲口这样说过 我也是因为百度了第二道佛陀 指的是五个光尊者 龙琴阳琴 他的论诸以后相续当中 认为他老人家是真正的佛陀 以这个想法由然而生的 一心一意 虔诚祈祷 承蒙尊者的智慧摄尊 我们看过历史的人 应该知道 从而在彩阳学当中 生起了真正的自然本质 从此以后我才开始引导 数百级的求法者 智悲光尊者这样说的 因为他智慧摄尊 已经摄受以后 才摄受弟子 然后其中具有精进者 获得了出世间禅定 有智慧者的人 不如企图 思察的企图 他们都真正地意识到了 生意地的证悟 完全是依靠对上师的万分 恭敬和坚定的信心 这条途径而来的 所以当时智悲光尊者 刚开始的时候 他大概在很小的时候 开始修七年的大悲心 然后最后尊者也说过 我所修的法都是以大悲心为主的 将来对众生有一定的利益 后来在善于清仆闭关三年 闭关三年的过程当中 他一边阅读七宝藏和死心地 一边祈祷无果王尊者 无果王尊者以智慧摄尘来三次摄受 从此之后 他就开始广讲密法的窍诀 摄受无量的弟子 然后后来他用前世的 辅藏的因缘成熟 然后他的法门 称为龙青灵蹄派 其实龙青灵蹄派真正的教派 从智悲光尊者开始流传于世 所以他这里也讲了 从他的修行来看 他看了上师的 因为智悲光尊者和无光尊者之间 还是有很长时间 不可能是以妻子摄受的 但是看到了他的法本以后 才真正生起正佛之相 现在有些人 比如说我们看到 麦彭仁波切的教言 或者看到了 约乘论师和龙猛菩萨的教言 真正对他生起 如佛陀一样的信心 这一点我本人也经常有一些前辈 已经好几百年 几千年 上千年的大德论著以后 有时候自己自言自语 真正他是佛陀 他的智慧和他的无悲悲心 对我来讲确实是受用匪浅 然后经常祈祷 每个人应该也有这样的 按照盖吉派的有些大德 其实这种人也可以成为根本上师 比如说龙猛菩萨我从来没有见过 我跟龙猛菩萨之间有那么长的时间 但是我每次都读了龙猛菩萨的这些中论 很多论典的时候 非常有信心的我自己认为 我也是龙猛菩萨的一个弟子 那么为什么呢 虽然我们之间有很长的时间 但是他的法案对我来讲 真的跟现在的清传上师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按照有些大德的开始 这种人也可以成为上师 现在也可能在网络时代 信息时代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上师在不同途径的方式来 给大家传授佛法 传授佛法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可能这一辈子 不一定有缘分 互相见他自己所恭敬的上师 但是他的教言已经对他来讲 真正有非常大的利益 也把他看似自己的根本上师那样 也没有任何不合理之处 那么这也是一种比喻 其实前行真的有特别好的一些公案和教言 我们每一个公案 每一个教证 每一段文字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在中间加的胡言乱语以后你们记也可以 不记也可以 这都是没有什么 只不过我前行还是讲得稍微 发挥的可能比较广一点而已 但最根本的是什么呢 华智仁波切他的原文确实是金刚语言 这里面有很多内门密的一些教义 大义士贝罗刹那流放在迦牟刹瓦戎地区期间 有一位连寻八十多岁的 连迈牟劳中的老人 叫做邦牟彭工部 上师将禅带吸在他的身上 然后残长靠在他的腰间 对他进行宣讲了 上师瑜伽的法要 结果他的相续当中也生起了 只端本来清净的真正密意 最后身体三位称爱而成佛 这个是在莲花生大师的传记 很多里面也讲了 当时贝若扎前往迦牟刹瓦戎 后来回来的时候 他一扎两波一起回来的时候 在路上遇到了邦牟工部 有些历史里面说 他是上了一百岁 有些说是八十来岁 当时他特别年老 然后这个老人问 你们两位是从何处来的 然后到什么地方去的 当时一扎两波说 我们是从迦牟刹瓦戎来的 然后准备到西藏去的 当时邦牟刹瓦戎说 你们两位 即使从迦牟刹瓦戎来的 不应该去西藏 因为听说迦牟刹瓦戎有一位尊者 叫做贝若扎那 贝若扎那真正的佛陀没有两样 佛陀是无二无别的 这么了不起的尊者哪里不求法 然后前往西藏 太可惜了 你们两个应该要寻找贝若扎 像我这样的老年人 即生当中没有办法见到贝若扎 我其实对贝若扎有无比的信心 但是我就没办法 你看我现在这样的身体 要前往刹瓦戎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他当时叙述了自己的心灵话 贝若扎那当时回答说 你所说的贝若扎那就是我 当时老人听到这话之后 非常的感动 马上抱着贝若扎那 一直不放他 贝若扎那脾气很好 否则把他扔出去了 也不知道 然后贝若扎知道 这位帮摩蓬公布有非常大的信心 然后因为他扔老了 他做一个毕禄启发做得很困难的 然后依靠他的残障 残呆来进行 依靠神药和御药 进行制止窍诀 修上师瑜伽 当下他已经开悟了 所以在我们传承上师的一些历史当中 贝若扎那的后来 这个帮摩蓬公布后面 你们以后看看大圆满的解释 原来我在写的《成就略说》当中也是有 从帮摩蓬公布 期待都是洪生成就的 他后面有很多 都是对上师非常有信心的洪生成就的 当时贝若扎那和帮摩蓬公布 接触的地方 现在后人也有几个地方 有些说是在道府的一个圣山 我们以前也操摆过 有些说是 我们现在路霍县进来的一个圣山 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都有不同的一些历史记载 但具体是在何处 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 不管怎么样 依靠当时修上师瑜伽的侠据 确实也是是 连老这样的人也是获得成就的 因此修上师瑜伽的人 也不一定是 哦 我现在年龄老了 我念上师瑜伽可能不会什么 也不是这样的 不管是什么年龄的人 只要有信心的话 依靠这种法的确也是 获得成就不是很困难的 所以说 所有的九成次第的法门当中 再找不到 比上师瑜伽更殊胜的圣道 虽然把它明明为是假行 但实际上它跟真心的道 究竟的窍诀无有两样 应该说它是一种真心的法 以前藏传佛教里面 有一个叫做蒋饿尊者 蒋饿尊者他也说过 他说我们身体当中 如果没有心脏的话 它是血淋淋的一个肉 同样的道理 如果修法当中是没有上师瑜伽 那一般的文字智障而已了 所有的法不一定很殊胜的 因此确实 我们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上师瑜伽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修的 法王如意宝的上师瑜伽很简约 其他的很多衣柜里面的 上师瑜伽比较广 有时候修起以来 也是比较困难的 我希望很多人的确是 遇到了这样的传承上师很难得的 如果自己有特别可靠的 清净的传承上师瑜伽 都是可以的 不管怎么样 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每天都是尽量 不间断的上师瑜伽 如果你工作特别忙 修行特别难 有时候我看到很多修行人 有这种烦恼 不想看书 也不想读经 也不想念诵 凡是一两天 好几天当中 什么都不想 傻傻地待着 或者是一种迷迷糊糊的 很多人有时候 以前是可能烦恼习气 这个时候实在是 你上师瑜伽 不想修的话 祈祷上师应该是可以的 早上起来的时候 也是祈祷上师 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祈祷上师 平时走路 做事情 都是以祈祷上师不利的话 那么上师的加持 就像是哪里有容器 月亮的光 自然而然照射一样 一样 上师是无处不在的 关键是我们信心的睡觉 经常着软 这样以后 得不到感应 如果我们能够随时随地 始终如意地 将上师瑜伽 作为修行的核心 即使没有任何其他的修行 也是可以的 如果把上师瑜伽 作为最主要的 那么这样的话 其他的上师 其他的修行没有也可以 以前藏霸家也是说过 他说 一念上师不离开的话 不诵经也是可以 不禅禅也可以的 一些早上佛教里面 也有这样的大德 但是我认为 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 那所有的人 只念一个上师瑜伽 其他什么加薪 五十万加薪 这些都是不修 那这样的话 华智仁波切也是不会要求 让我们修五十万加薪 不会这样的 但确实上师瑜伽 是很关键的 因此我们要善于理解 善于辨别 其实真正有智慧的人 对佛陀和传承上师的密语 会了解的 有些人只是一面之词 或者断章取悦的 有一部分内容 本来这是很关键的 但是以这个关键的词 作为自己最喜欢的一种依据来 然后其他的全部都是否认 这样的话可能是 我们讲《经庄严论》的时候 也是经常讲过 善于了解佛陀和一些大德们的密语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也并不是说 只要修一个上师瑜伽 所有的一切都是圆满了 但是那这里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里因为特别的关键 特别关键的话 我们也诸大德们 也是用这种词句来进行定住的 所以说我们诚心诚意 进行经历的修上师瑜伽 是非常关键的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读矩甜点的词论 我们读矩甜点的词承词 视频者给我们读矩抬发 现实际上 决定的细细 我们读矩这种词细 对我们读矩的词细 那么我们读矩就放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